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本届肖博会 RCEP成员国企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参展热情 除了中国之外 本届肖博会共有10个RCEP成员国参展 海南自贸港和RCEP政策的叠加效应 正在这里释放出来 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是肖博会的日本展区 RCEP协定生效之后 降税就是最立竿见影的优惠 直接赋能到消费市场 其中进口的日本清酒 就是降税幅度最大的商品之一 关税税率已经从原来的40% 降低到了目前的36.2% 未来还将逐年递减直至零关税 现在市面上收价 大概在300到400左右 已经经过了两轮的一个降税 对于我们进口的成本是有所下降 记者发现在本届肖博会上 来自RCEP成员国的境外参展商 比往年明显增多 RCEP政策红利和肖博会 溢出效应的叠加 不仅带来了更多的进口消费品 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两个月 在外贸发展面临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 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合计进出口 仍实现了超过3%的增长 海南现在打造两个总部基地 一个是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的总部基地 还有一个东南亚国家进入中国的总部基地 两个总部基地在海南叠加 那我想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海南叠加